大家好 我是Hiroshi 那在我們這一次的日文小教室當中 要跟大家講一點關於口語的部分 然後大家都知道 口語在日文裡面算是很重要 因為平常對話的時候 不會用教科書這麼死板板的方式在講話 會用比較省力 比較快的方式在講話 所以在日文檢定考試當中 口語占的分量也非常的重 如果你不懂口語的話 你可能在聽譯的時候會非常的吃力 因為他們很多對話都是用口語 原汁原味的方式 讓各位去聽去做答 所以口語是很重要的 那口語有哪些部分可以探討呢 我們今天探討的部分是拉行 拉行的口語的變化 比如說一開始大家都知道 像這個分からない 我不知道不懂對不對 分からない 這個一般日本在講話的時候 常常會把這個拉呢變成嗯 所以分からない就變成分からない 分からない 會把這個拉變成嗯 會有這樣的效果 比如說大家以前學過 什麼什麼 拿ければならない 對不對 什麼什麼 拿ければならない 那這個ければ 也會口語變成 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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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ならない呢 這個拉會變成 所以你可以講成 什麼什麼 拿來 變成 不是拿來 變成 所以日本人在講話的時候 很常會把這個拉變成嗯 這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呢 也是拉行的 一般拉行 常常會有這種口語變成嗯的狀況 比如說 やっていられない やっていられない 那一般呢 這個一呢 也會省略掉 這個課程中也會講到 一會省略掉 所以變成 やってられない やってられない 那再把這個 レ變成嗯的話 就變 やってられない やってられない 就變成 やっていられない 變成 把一省略掉 那最後一個 露 露這個部分呢 也是一樣 剛剛講了 講到的 露對不對 露 露變成 再來是露的部分呢 也會喔 比如說 你要吃嗎 你要吃嗎 會變 這個露會變 一般日本人 口語的話會這樣說 最後 看到這個 能也是喔 像能也會變成嗯 比如說 好きだもの 因為我喜歡嘛 就等於好きだから 好きだから 一樣的意思 那這個 能的話也會變成嗯 比如說好きだもの 就變成好きだもん 好きだもん 好這個 嗯也是很常會變成口語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單 很多小小的音節呢 都會變成嗯 所以如果你 平常不熟悉的話 你突然聽到 聽你這樣子講的時候 或許你就沒有辦法 馬上翻譯出來 那我們也會把口語這些 所有的這些常用的 檢定考常用的 這些口語的部分 整理成一個 有系統的一個課程 一個單元呢 讓大家可以充分的理解 好以上是我們今天的講解 那希望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參考我們的課程囉 好嗎 好嗎